OK啊,那么好,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相当于给大家复习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类这一部分啊,模型类呢,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进行一个定义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定义这个模型类的时候,主要是定义这个模型类的类属性,对吧,定义它的类属性的话,它的类属性名有什么限制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模型类属性名的限制,首先第一点不能是Person的保留关键字,对吧,这跟我们Person定义变量一样的啊,不能是保留的关键字,第二点,这个不一样啊,它呢,不允许使用连续的下滑线啊,这是为什么啊,这是由将过的长循方式决定的啊,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定义这个模型类属性的时候,你不能出现连续的下滑线,比如说我这个bpupdate,它有一个对吧,它可以,但你不能连续出现其他的啊, 你不能连续出现,哎,这是它的一个限定的格式啊,这个呢,是它的查询方式,哎,决定的啊,我们讲到这个,查询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哎,看一下啊,它为什么不能使用连续的下滑线,OK啊,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定义类属性的时候,它的一个语法呢, 就是属性名等于models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些字段类型,然后呢,括号里面呢,跟上一些参数,我们把它叫做选项,那么这些字段类型呢,你注意都定义在我们的jango.db,这个models模块里面, 那么这个models呢,其实它已经给我们导过来了,对吧,所以我们直接可以models点这个字段类型,那么这些类型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么几个啊, chart field,data field,integer field,还有这个balance field,对吧,然后呢,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 然后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有什么类型啊,首先我们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前面这种类型叫做out of field啊,它呢,是什么啊,自动增长的整形啊,通常呢,你不需要去指定, 那么将购呢,会自动创建属性名为id的自动增长的,哎,这个属性啊,那么这个out of field在哪里面看呢, 在我们的这个牵引文件里面,你点开它之后啊,看一下这个id,哎,它写的是不是models点out of field, 对吧,哎,这个out of field啊,它就是自动增长的整形啊,通常呢, 你不需要自己去呢,使用这个out of field啊,这是我们所说out of field的, 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balance field啊,哎,就我们说的这个布尔字段, 支持的值呢,是初或者啊,false对吧,哎,这里啊,然后在它的下面呢, 还有一个跟它相似的,叫做now balance field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balance field,它只支持这个初或者是false啊, 啊,假如说你除了支持初或者false之外,你还允许它为空,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now balance field啊,哎,你还允许它为空,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now balance field啊,那么这是它,哎,这个呢, 你知道一下啊,我们基本不用它啊,然后往下这个chart field啊, chart field的话,我们说,哎,字符串,对吧,参数呢,这个mach length呢, 指定这个字符串的最大长度,好,这里面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再去定义一个类型,如果是chart field的话啊, 这个mach length呢,你是必须指定的啊,你如果不指定, 它就会报错啊,然后,chart field的下面还有一个跟它比较像的, 叫做tax field啊,哎,这是字符串,这是这个tax field是代表这个大文本的字符, 哎,一般呢,是超过这个4000个字符的时候呢, 使用啊,哎,你比如说你,你要去编辑一篇新闻,对吧, 保存一个新闻,你表里面,那么这个东西呢, 新闻内容比较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tax field啊, 哎,它是,其实呢,也是一个文本的类型啊, tax field,然后再往下啊,integer field,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整数啊, 刚刚说的这里面,说的这个整形啊,整形,好, 那么,再往下呢,这个,decimal field啊,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个小数啊,也就是实进制的一个小数,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呢,就是小数,小数里面呢, 它有两个参数啊,一个叫做max, degetals啊,一个叫decimal palace啊,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参数这个啊,指定你这个数字呢,一共有多少位, 哎,这个decimal palace呢,指定你小数点呢, 后面小数的一个位数啊,这是这两个参数, 然后啊,它的下面呢,还有一个类型,叫做flot field啊, 这个flot field呢,也是这个浮点数啊,也是这个浮点数, 那么,哎,它的参数呢,也有这两个啊, 一个呢,是指定这个总位数,一个是指定它的一个小数点的一个位数啊, 那么它俩都代表浮点数,它俩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你要知道啊, 就是decimal field和flot field啊, 它俩虽然都是这个浮点数,但是啊, decimal field啊,和flot field,它俩本质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俩的精度是不同的啊,就是精确度是不同的, 哎,这个flot field呢,它是计算机里面保存浮点数的一个格式, 它保存的格式呢,就是啊,就是这个二乘一十的几次方啊, 就是二乘一十的几次方来表示一个小数啊, 那么这种类型在表示一个小数的时候, 它存进去,跟它拿出来,就可能会有差别啊, 可能会有差别,所以呢,这个flot field, 它的一个精确度,比不上这个decimal field啊, 比不上decimal field啊,那么,哎,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用它啊, 就是在你呢,去做一个网站啊, 如果这个网站上面涉及到这个金钱,对吧, 比如说我们卖一个商品,商品呢,有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们就应该选用这个decimal field啊, 而不要选用这个flot field啊, 所以我们说它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在精确度上面啊, 钱的话这个精确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哎,你就使用decimal field啊, 像其他的如果要求一般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flot field啊, 那么这边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这里, 哎,这个图书,哎,如果我图书有一个价格的话, 对吧,我比如说我在后面啊, 简单加一下啊,这个图书的价格, 我就随便写一个啊,写一个价格, 然后呢,我就可以写上一个bprice, bprice啊, 然后等于我们呢,models.decimal field啊, 哎,实际是负点数, 然后呢,你需要指定它的最大长, 最长的一个位数啊, 总位数是多少,哎,最长总位数啊, 比如说我要十位,对吧, 我可以写一个十, 然后小数点的位数是多少呢, 通过这个decimal, 然后写上一个2, 哎,代表小数点的位数呢, 是2啊,就是最大啊, 哎,我们价格,哎,最大位数啊, 最大位数, 那么,哎,为10, 那么小数点,小数位数呢, 为2啊,为2,哎, 你知道这两个参数啊, 然后, flot field啊, 跟它参数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含义,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下面还有几个类型, 一个叫做data field啊, data field呢, 我们给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这个日期的类型, 但是呢, 它里面有两个可选的参数,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呢, 一个呢, 是这个, out to now, 一个呢, 是out to now, 爱的啊,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out to now, 爱的啊, 这两个参数的默认值都是false啊, 那么当, 假如说, 当你把out to now爱的设置为true的时候, 那么你去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啊, 你去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那么, 哎, 那么它表示这个创建的时间初, 哎, 就你在去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就自动的会把你那个属性的复制为你创建的那个时间, 哎, 不需要的你去复制啊, 这什么意思啊,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这个出版日期啊, 我就随便写一个啊, 我们比如说我还是写这个bpup data啊, 我们把上面这个注释一下, 我在这里面写上一个bpup data, 等于我们的models点, 哎, 这个data, 哎, 费有的对吧, 然后我写一个out to now爱的等于, 去, 好, 这样的话啊, 我如果在下面我去, 哎, 我去创建一个图书对象的吧, 我去创建一个图书对象啊, 那么这里面我创建一个图书对象之后, 哎, 创建完之后呢, 我给它的属性复值, 好, 复完值之后, 那么我在这里面我直接电用save的时候, 这个值你注意啊, 这个值我不, 我不需要呢去复值, 它就自动的会把我创建的这个时间呢, 给它加进去啊, 这是out to now爱的, 等out to now爱的为出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作用, 然后啊, 这个就表示这个创建时间, 哎, 它呢就是表示你创建的时间啊, 创建时间, 好,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下面它还有一个参数叫做out to now, 哎, 这个out to now呢, 默认值也是false啊, 你如果把它设置为出之后,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你修改的那个时间, 哎, 就是用于这个更新的时间啊, 这个, 我把这个再注意点啊, 比如说, 我现在呢, 还是定义这个BPubbleData, 等于我们的Models.DataField啊, 直接写上一个out to now等于true,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这个更新的时间啊, 更新时间啊, 哎, 我从数据库里面, 哎, 我要查出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就是book, info.objects, 点点get啊, 然后呢, 直接写上一个id, 哎, 等于一, 我查出一个对象, 对吧, 好, 那么查出之后呢, 我下面呢, 我要改变它的某一个属性, 哎, 改变, 改变之后, 哎, 我直接写, 随便写一个test2, 然后我在这里面, 调用这个B点save的时候啊, 那么你表里面的这个BPubbleData对应的内容, 就会自动的更新为你修改的那个, 实现啊, 哎, 不需要你去复制, 它就自动的会更新为你修改的那个, 实现, 哎, 这代表这个更新实现, 那么这俩你要注意啊, 一个是auto now, 一个是auto now add, 一个呢, 是用于设置这个创建的时间, 一个是用于设置这个更新的时间, 但是他俩你要注意, 他俩你可以都不用, 但是你用的话, 你只能用一个啊, 就他俩呢, 是相互排斥的啊, 相互排斥的, OK,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用啊, 你比如说, 哎, 我要去发布一篇新闻, 对吧, 那么这个新闻的发布时间, 哎, 我就可以呢, 再去定义这个类的时候, 我直接设置为auto now add等于, 去, 那么我发布新闻的时候, 这个新闻的发布时间, 我就不需要去填了, 它就自动的给我插到表里面去了啊, 这是auto now add啊, 好, 当你要, 当你要去频繁修改一个内容的时候, 你比如我, 我还是呢, 修改一个新闻, 修改完之后呢, 新闻的更新时间, 我想显示一下,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auto now, 等于去啊, 等于处, 你每一次修改之后, 哎, 它就自动的会更新你表里面的那个修改的时间啊, 但你要注意这俩呢, 你不能同时使用啊, OK, 哎, 这是这个data field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两种类型是跟我们的data field的很相似的啊, 一个叫做time field, 一个叫做data time field啊, 那么这个data field呢, 它是表示这个年月日, 对吧, 那么这个time field呢, 是表示这个小时分秒, 那么这个data time field呢, 它是包含这个年月日十分秒, 他们的注意啊, 这两个类型的参数里面, 它呢, 也有这么两个参数啊, 也有这么两个参数, 也是呢, 一个是控制这个更新的时间, 一个控制这个创建的时间啊, 创建时间, OK啊, 这是这几种类型,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这个两种跟我们上传文件有关的类型啊, 一个呢, 叫做file field, 一个叫做imagine field啊, file field呢, 是上传文件的字段, 那么imagine field呢, 它继承于我们的file field, 它会是用于上传一个图片, 那么这两个类型呢, 你现在你先知道啊, 我们有这两个类型, 到后面呢, 我们讲到文件上传的时候, 会回过头来再给大家看这两种类型啊, 两种类型, OK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的啊, 我们定义模型类的时候, 那么它里面有哪些字段的类型啊, 再往下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些选项, 那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熟悉的选项, 对吧, default, 这个选项呢, 用于设置这个默认值, 然后啊, primary key我们也给大家看过, 对吧, 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自己写过, 但是我们的签议文件里面, 是不是写了一个primary key等一处, 对吧, 这个选项呢, 就是用于指定啊, 如果你的字段呢, 你加了这个选项, 这个字段呢, 就会作为你表的一个主件啊, 表的一个主件, 那么这个是primary key啊, 然后再往下这个unique啊, unique, 那么我们讲mycycle数据库的时候, 有没有讲过这个唯一性的约束, 有没有, 讲过吧, 啊, 那么这个, 你一旦加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哎, 那么表里面, 表里面对应的这个数据呢, 只能有一份啊, 不能重复, 你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对吧, 我把这个啊, 我们就把这个注视角啊, 我还是把它回复过来, 然后我比如说, 我这个图书的标题, 对吧, 图书的标题, 假如说我不允许重复, 哎,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我是不是插了很多流行蝴蝶件, 对吧, 我比如说我不允许它重复啊, 我就直接需要写成btitle, 哎, title啊, 等于models.chartfield啊, 然后mclance等于这个20, 对吧, 然后呢, 写上一个unique等于true, 你, 你一加这个选项之后, 那么表里面图书的名字呢, 只能有一个啊, 哎, 图书, 那么, 哎, 名字, 那么, 唯一, 啊, 唯一, OK啊, 通过unique来指定啊, 这是这个啊, 然后, 这个选项啊, 然后再往下呢, 你注意还有我们这个dbindex啊,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呢是, 你如果一旦加了这个dbindex之后啊, 比如说还是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再加一个叫dbindex等于去啊, 哎, 他再去帮我呢, 去创建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表的时候, 他就会在这个字段上面呢, 给我去加这个, 所以, 那所以呢, 我们讲了吗, 讲没讲, 没有讲是吗, 那么这个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 马上会提高里面应该会讲啊, 这个呢, 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所以啊, 就是你比如说, 我要去, 我要经常从我这个表里面, 根据图书的名字去查询图书的信息, 对吧, 我要经常根据图书的名字去查询图书的信息, 那么我为了去提高这个效率, 我们就需要在表上呢, 给他建一个, 所以, 这个所以呢, 就相当于你字典的一个目录啊, 你查字典的时候, 那么你没有目录的话, 你需要一页一页往后翻对吧, 有了这个所以之后, 你就可以呢, 先找这个目录, 是不是找到这个再多少页, 我再去查, 对吧, 这就是所以的一个作用啊, 你先知道啊, 你先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这个提高啊, 会讲这个嘛, 小口里面的一些索引的运用啊, ok, 那么, 这这个dbindex啊, 你一旦加dbindex等出之后, 建表的时候就会自动在这一列上呢, 给你建一个索引啊, ok, 那么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dbcolumn, 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 字段的名称啊, 如果未指定则使用属性的名称啊, 这什么意思啊, 看一下啊, 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些表, 表的字段的名字啊, 你注意, 我们表的字段的名字, 这些字段的名字, 是不是跟你类属性的名字是一样的, 对吧, 假如说我想它不一样, 我怎么做啊, 比如说我想让, 我想根据这个类生成表的时候, 哎, 这个属性对应的表字段的名字, 不叫做btitle, 叫做title啊, 我就需要在后面写上一个, dbcolumn, 然后呢, 指定, 指定它的表字段的名字叫做title, 你一旦这样指定之后, 我们生成表的时候, 这个类属性对应的表字段的名字, 就不再叫做btitle, 而是叫做title啊, OK, 这是这个选项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now,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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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通过它你可以设置, 云不允许我们表的这个字段为空,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些表结构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dsc, 写上一个booktest, 写上一个bookinfo, 那你看它里面, 这些是不是都不允许为空, 对吧, 比如说我要允许它为空怎么做啊, 我们下面这个healinfo这边, 我这边我要删掉啊, 你注意, 在这个里面你只能去写模型类啊, 不能写其他内容啊, 我虽然在这里面给大家做演示, 我写了啊,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删掉啊, OK啊, 找到我们的models, 我把它删掉啊, 好, 那么这个edge comment, 它呢, 原始的你看一下啊, 它的结构, 不可tes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healinfo, 它是不是也不允许为空, 对吧, 也不允许, 我允许它为空, 我就可以写上一个no, 等于true啊, 等于true,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blank啊, blank呢, 它呢, 如果为true的话, 表示自断允许为空白, 默认值呢, 为false代表不允许为空白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注意啊, 这个选项呢, 跟我们的后台管理有关, 后台管理有关, 这个呢, 我们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呢, 还是在我们这个h comment的后面, 给它加上一个blank等于true, 我允许它为空白, 然后啊,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作用, 好, 那么, 现在你注意, 我这个模型里呢, 我改了几个地方, 对吧, 一个呢, 是我把这个改了, 对吧, 我在这边给它加了一个指定表字段的名字, 另外呢, 我在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这b price我现在不要了啊, 我还是只改这几个内容啊, 叫b title, 里面加了这样一个指定表字段的名字,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hear info, 这个h comment呢, 我允许它为空, 对吧, 并且blank等于true啊, 它什么作用,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 我把这些模型类是不是改了, 现在改完之后, 我这个表有没有改, 没有对吧, 那你如果想让你的表改, 你就要重新的去执行我们的迁移步骤啊, 执行迁移步骤,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要执行迁移, 倾向屏啊, 首先就是我们呢, 还是要先生成这个迁移文件啊, python, managerpian make, magarations啊, magarations啊, ok, 然后python, managerpian叫做magar, 瑞塔啊, ok, 它这里面, 这个迁移文件, 你看到是不是又生成一个迁移文件, 这个迁移文件已经被应用了, 应用完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表结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结构啊, 然后dns, 叫做booktest, bookinform, 好, 点开之后, 看到这个表字的名字, 叫谁, 是不是叫他的, 对吧,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db, 他来指定的啊, 他来指定的, ok, 然后呢, 你再去看一下啊, dns, 叫做booktest下面的, 黑 arrow, info啊, 那么点开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hcommon的, h是不是变成了, 允许空了, 对吧, 允许空了啊,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now等于去啊, 他来去指定的啊, 那么这个blank什么作用, 我们说他呢, 是跟我们的后台管理有关的,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到我们的将冠后台管理, 使用将冠后台管理分为几步, 几步, 好, 看一下啊, 使用将冠后台管理, 首先, 一开始的时候先进行本地化, 对吧, 创建这个管理员, 然后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 你可以呢, 去自定义这个管理页面啊, 如果你需要自定义的话, 你就自定义, 不需要的话, 你注册一下这个类, 就可以了啊, 本地化, 找到setting, 然后它里面啊, 这个找到, 这里面设置这个语言, 对吧, zh, 汉字, 设置中文, 然后呢, 这个时间, 亚洲, 上海啊, 亚洲, 然后呢, 写上一个, 上海, 好, 那么把这些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要创建这个管理员, 对吧, 创建这个管理员呢, 我们要还是呢, 在这边创建管理员, 直接是python, managerpy, 然后呢, create, create啊, super啊, user, 对吧, ok, 这里面让你输入这个名字, 我还叫我的秘密啊, 然后呢, 我们输入这个邮箱, itcast.cn, 然后呢, 输入这个密码, 再输入这个密码, ok,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把它启动起来啊, 我把它, 我的服务呢, 启动起来, 127.0.0.1, 然后呢, 冒号80012, 我还是指定它的端口啊, 我把它启动起来之后呢, 现在呢, 我要让它生成我这个, hereinfo这个表对应的管理页面, 对吧, 对应的管理页面, 那我在这里面呢, 我要把这个类呢, 进行一个注册, 对吧, 直接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models, 导入这个hereinfo类, 那我要注册这个类, 怎么注册, admin啊, 点, site啊, 点, regest啊, 直接写上我们hereinfo这个类的, 类名, 那我把它写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登一下这个后代管理页面啊, 直接呢, 是输入我们这个admin, admin啊, 好, 回车, 让你输入这个用户名, admin, 然后呢, 输入这个123, 点击登录, 好,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点开它之后啊, 这里面是显示的跟我们新雄相关的信息,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要点击这里面点击一个增加, 点击一个增加啊, 我要增加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输入这个用户名啊, 你看到啊, 我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增加的英雄的名字, 我就随便写一个, 写一个test1, 对吧, 然后写一个test1啊, 然后呢, 他的性别我就不选, 然后这个ed comment呢, 哎, 我们说这个blank的作用就是控制我们的后台管理的, 哎, 这个blank等于出呢, 就是说你这个表带呢, 你可以, 哎, 这个输入框呢, 你可以不写, 你就允许为空白, 我可以不写, 然后呢, 我下面选择一个book, 比如说我要选择这个流行蝴蝶键, 下面我点击保存, OK, 那么,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字段, blank等于blank等于出允许空白啊, 去comment, 8001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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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出这个123, 点击这里面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哎, 加这个test1, 然后呢, 出这个, 哎, 不出,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啊, 选一个啊, 然后点击这里面保存, 好, 是不是加进来了,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呢, 我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成这个false啊, 我把它改成false, 哎, 我把它改成false啊, 改成false之后呢, 我再去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刷新, 然后呢, 我还是呢, 点击这里面新增, 哎, 我再说一个test2, 哎,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还不填, 对吧, 还不填啊, 我就随便选一个, 我在这里面点击这里面保存, OK, 哎, 是不是告诉你这个是必填的, 对吧, OK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啊, 就是blank等于, true和blank等于false的作用, 它呢, 是控制我们后台管理的这个对应的输入框, 是否允许你为空白啊, OK, 哎, 这是这个blank等于true, 那么, 这是啊,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些字段的类型, 那么, 在这里面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now和blank啊, 一个呢是, 哎, 控制我们的数据表的结构, 另外一个呢是控制这个后台管理的范畴的啊, 那么最后下面呢,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当我们去修改模型类之后, 如果我们添加的这个选项, 它不影响我们数据表的结构, 你不需要重新去做迁移, 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刚刚在这里面, 我把它改成blank等于false之后, 我有没有重新牵引我的表, 没有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你改完选项之后啊, 如果它不影响表的结构, 你就可以呢, 不去重新做迁移, 那么上面我们给大家说的选项里面, 有两个啊, 是不影响表的结构的啊, 一个是这个default, 另外一个是这个blank啊, 它俩不影响表的结构, 你像下面, 你像这些啊, now, 这个column index unique啊, primary key, 这几个的话, 如果你一旦改完之后, 你一定要重新去做迁移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这个自断的属性和选项啊, 自断属性和选项的话, 你注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啊,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 那么在你呢, 去自己去看的话啊, 怎么去看啊, 我们还是去推荐大家, 你去看这个官方的文档啊, 就是我们昨天给大家说这个jango啊, 1.8.2这个官方的一个文档, 你点开它之后啊, 找到这个文档之后, 那么, 好, 出来了啊, 那么你注意它这里面, 看文看到这个model对吧, 这model呢, 就是它模型相关的内容, 在它模型相关内容里面呢, 有一个自断的类型啊, 这个自断的类型里面呢, 我们上课给大家讲的只是一部分啊, 你看到这里面首先, 这边是不是有自断的选项, 对吧, 选项的话, 你注意这里面除了now blank, 它下面是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对吧, 这些呢, 你可以呢去看一下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啊, 下面这些自断类型, 我们讲的这个autofield啊, 是banonfield啊, 卡field啊, datumfield啊, 然后这个decimalfield啊, 它下面呢, 你注意它还有其他的啊, 比如说这个emailfield, 对吧, emailfield啊, ipaddressfield啊, 它里面还有很多这种类型啊, 还有很多这种类型, small intingfield啊, 比如说它呢, 是这个小整形啊, 你点进来, 它就会给你有一个提示啊, 它这个类型是代表什么的啊,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说给大家讲这一部分内容呢, 自断的类型和选项有很多, 那么这些呢, 你不需要去记啊, 但你学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 我如果将来我用到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对吧, 我就过来去看一看它, 有没有啊, 我过来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啊, 所以你知道, 你需要呢去查啊, 你需要去查, 这些, 你把常见的你一记, 像下面呢, 你用到什么类型, 你就先去查一下文档上面, 它有没有提供这种类型啊, 就是到我们这个上面呢, 你去找一下啊, 去找一下, OK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啊, 自断的属性, 还有它的一个选项这一部分啊, 我可以说的, 你用到这一部分啊,